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湾区爆发10年来威力最猛的A型流感H3N2 加州公共卫生局和Santa Clara County卫生局同步发出警讯 警告民众加州和南湾地区的流行性感冒患者越来越多 显示流感病毒已经达到了高度传播的紧急阶段 大家必须小心提防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一般的流行感冒病患可能只会有几天感到不舒服 但是老人家小孩慢性疾病患者或者是免疫机能比较差的民众 一旦感染流感病毒可能会引发重大疾病甚至死亡 根据联邦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 美国这几年每年因为感染流感病毒而死亡的人数 高达1万2千人到5万6千人之间 南湾的流感传染高峰期集中在冬天 也就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2月 有时候甚至会延续到春暖花开的5月 65岁以上的老人家 5岁以下的小朋友 孕妇 哮喘症 心脏病患者 以及免疫系统比较脆弱的民众 最容易遭到流感病毒入侵 最好接种疫苗 即使不是高危险群 接种流感疫苗 也可以阻断病毒的传染途径 医生提醒大家 感冒 cold和流感 flu不一样 感冒只会流鼻水 不会发烧 身体也不会感到疼痛 只要多休息就会恢复 不用太担心 但是流感会让人发烧 浑身发冷 身体疼痛 软弱无力 流感的症状还包括发烧 咳嗽 喉咙痛 鼻塞 流鼻水 肌肉疼痛 头痛 疲倦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务必赶快看医生 医生会开抗病毒药物 减轻症状 预防流感 记得在打喷嚏的时候 用纸巾 蒙住口鼻 如果没有纸巾 也记得用手肘 蒙住嘴巴和鼻子 也尽量不要用手揉眼睛 擦鼻子和嘴巴 经常用肥皂和温水洗手 或者是使用sanitizer 酒精消毒 医生特别呼吁A型流感患者 不要到急诊室 因为那里人多 会把病毒传播给更多人 患者最好至少在家里面留24个小时 避免外出 在这段时间先吃Tilenol和大量液体 多休息 现在还是流感的传播期 接种疫苗还不算太迟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